这处位于台东市济南街的多处老旧民宅 已经长达六七十年 总继六户的原住民家庭居住 从民国77年以前就住到现在 由于在民国35年土地改编时 祖先为及时申请登记 以至于被化为公有地 因此截至目前为止 仍向事工所承租 长期缴纳土地租金 我记得晚上 还没有赌一年级我就居住在这里 到今天已经52岁了 想一想也有四十五六七 四十五六七年的历史在这里 在日记时代举行就在这里 因为他们不懂得土地总归户登记的时候 因为老人家不识记 而且知性不存 所以当时他们就没有登记 后来就编为室友本地 后来因为 经过市民代表提出 市公所积极辅导 申请增化编为原住民保留地 经过台东市民代表会 一致通过 总面积达1241平方公尺 目前市值2000万的主流土地 终于回到自己的手上 那地方可以住 也请台东市公所 留这条通道给我们 这样就可以进出 谢谢 除了谢谢还是谢谢 目前这几块土地 已经提报到原民会 为管理的原住民保留地 接下来就是协助现住户申请地上建物使用全登记 满五年之后将可以继续使用 申请为所有全登记 对于保障原住民权利 可以说是还恩于民 让受益的当地住民相当的感动 我想我也特别在这边谢谢我们台东市代表会 有我们林修信代表 还有我们19位代表 大家共同能够争取 认同我们这个地方上的一个真话边保留地 同时呢 我们更寻求我们行政院原住民族发展委员会 能够用童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建设补助款项 能够落实照顾我们地方政府 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费 让我们所有的这些真话边的住户都能得到政府得证的一个保障 如果有从77年2月1号祖先遗留土地 到目前仍继续使用的原住民众 可以尽早到台东施工所原民客 或是各乡镇工所申办真话边为原住民保留地 以保障自己的权益 东南新闻张家伟台东报导